资质通鉴 卷第192 唐纪八 高祖神瑶大圣光孝皇帝夏之夏 武德九年九月 突厥吉利谢马三千匹 养万口 上不寿 但照归所掠中国户口 征温艳伯环朝 丁卫 上隐诸位将族 习舍于显得殿亭 玉之曰 荣笛亲道自古有之 换在边境少安 则人主意游望战 事已扣来莫之能玉 谨镇不时辱曹川池住院 专习宫室 居贤无事则为辱师 突厥入寇则为辱将 数据中国之民可以少安呼 于是日饮数百人 教设于殿亭 上亲临市 众多者赏以功刀博 其将帅一家上口 群臣多见约 于律 以兵刃至御在所者 辱 今使悲碎之人 张公席史 于宣臂之策 陛下亲在其间 万一有狂夫切发 出于不义 非所以重设计也 寒州四使风同仁 乍成义马 入朝怯见 上皆不听 曰 王者是四海如一家 风玉之内 皆震赤子 朕一一推心 至其腹中 乃何素未之事 一家猜忌乎 由是人思自立 数年之间 稀为精锐 上常言 五字少精略四方 颇知用兵之药 每官敌阵 则知其强弱 常以无弱当其强 强当其弱 彼成无弱 逐奔不过数十百步 无成其弱 彼出其阵后反击之 无不溃败 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即有 上面定熏臣 长孙无忌等决议 命陈书达与殿下 畅明示之 且曰 朕续清等 欣赏 获未荡 以各自言 于是诸将争功 分云不已 淮安王神通曰 陈严谨 陈严严关西 守应一齐 今房寻领 杜如慧等 专弄刀笔 攻居陈上 陈妾不服 上约 一齐初起 书父虽首唱举兵 改意自营脱货 即斗建德吞氏山东 叔父全军覆没 刘黑榻再何于尽 叔父望风奔北 玄陵党运筹帷幄 坐安设计 论功行赏 故宜居叔父之先 叔父国之至亲 朕诚无所爱 但不可以私恩 烂语熏辰同赏耳 朱将乃相畏约 陛下至功 随怀安王尚无所思 吴柴何敢不安其分 遂皆岳福 房玄陵常言 秦府旧人未牵官者 皆皆怨约 吴蜀奉侍左右 己何年已 今除官返出前功 祈府人之后 上曰 王者至功无私 故能福天下之心 朕与清辈日所依时 皆取诸民者也 故设官分职 以为民也 当则贤财而用之 其以新旧为先后哉 必也新而贤 旧而不孝 安可舍新而取旧乎 仅不论其贤不孝 而直言皆怨 其为正之体乎 赵 民间不得望力邀辞 自非补识正术 其余杂瞻 悉从尽诀 上于红文殿 据四部书二十余万卷 至红文馆与殿册 精选天下文学之士 于世南 楚亮 姚思莲 欧阳巡 蔡允公 萧德炎等 以本观兼学士 令更日素直 听朝之戏引入内殿 讲论前淫网姓 商却正事 获知夜份乃罢 又取三瓶以上子孙 充红文馆学士 东十月秉晨朔 日有十之 照追封顾太子建成为西王 誓约尹 齐王元吉为次王 以礼改葬 葬日 上枯枝于宜丘门 慎哀 魏征王规 表请陪诵至墓所 上许之 命官府救疗 接诵葬 鬼害 礼皇子终身王成前为太子 生八年矣 庚臣 出定功臣时封有词 初 萧宇见封德夷与上皇 上皇已为中书令 即上级位 予为左仆业 德夷业 德夷为右仆业 亦是已定 德夷朔返于上前 于是有戏 使房玄灵杜如慧心用事 解疏语而亲德夷 与不能平 遏上风事论之 遏与上风事论之 此旨辽落 由事无止 会与与陈书达奋争于上前 庚臣 与书达皆坐不敬 免官 假身 民不上书陪举 奏 民遭突厥残暴者 请户己捐一匹 上约 朕以诚信御下 不遇 须有存序之名 而无其实 护有大小 岂得雷同己伺乎 于是 忌口为律 出 上皇 与强宗士 以朕天下 故皇再从 三从地 及兄弟之子 虽同儒皆为王 王者数十人 上从容问群臣 便封宗子 与天下利乎 封得以对约 前世为皇子 及兄弟乃为王 自于 非有大公 吴为王者 上皇 敦目九族 大封宗士 自两汉以来 未有如今之多者 绝命既崇 多己利益 恐非是 天下已至公也 上约 然 朕为天子 所以养百姓也 岂可老百姓 以养几支 宗族乎 十一月更吟 将宗士郡王 皆为献功 为有功者 庶人不将 丙武 尚与群臣 论止道 或请 重罚以尽之 尚审之曰 民之所以为道者 有富凡义重 观力贪求 饥寒切身 故不暇 故连耻尔 朕当去奢省费 清摇伯父 选用连利 使民衣食有余 则自不为道 安用众法爷 自是数年之后 海内生平 路不时宜 外户不避 商旅也肃烟 赏又常为侍臣曰 君依于国 国依于民 克民以奉君 由割肉以冲妇 富保而身币 君父而国王 故人君之患 不自外来 常有身出 福御上则费广 费广则负重 负重则民愁 民愁则国威 国威则君丧矣 朕常以此私之 故不敢纵欲也 十二月解释 一周大都督斗鬼 奏称辽反 请发兵讨之 上曰 辽一祖山林 十出蜀妾 乃其常俗 牧手苟能 服以恩信 自然率服 安可轻动干戈 愚猎猎其民 逼之秦寿 其为民父母之义也 敬不许 敬不许 尚未陪济约 必夺尚书言士者 赈皆年之无弊 得出入行懒 美思智道或深夜方寝 功备一当客秦职业 赋赐此意 赏力经求智 朔尹未征入卧内 防以得失 正知无不言 上街欣然加纳 赏前十点兵 风得一奏 中南虽位十八 其驱干壮大者 亦可并点 尚从之 赤出 未争固执 以为不可 不肯数赤 至于硕士 赏怒 照而让之曰 中南壮大者 乃奸民诈望 已必争议 取之何害 而轻固执至此 对曰 福兵在 欲知得其道 不在众多 陛下取其壮剑 以道欲知 足以无敌于天下 何必多取细弱 以增虚数乎 且陛下美云 无以诚信 欲天下 欲使臣民 皆无欺诈 今即位未己 失信者 朔矣 上恶然曰 朕何为失信 对曰 陛下出即位 下诏云 不赴官物 惜令捐免 有私以为 父秦府国司者 非官物 张都如故 陛下以秦王 升为天子 国司之物 非官物而合 又曰 官中免二年租调 官外挤付一年 继而继有赤云 以义以书者 以来年为始 散还之后 方复更争 百姓故已不能无怪 今既争得物 赴典为兵 何谓以来年为始乎 有陛下 所以共治天下者 在于首宰 居常检阅 贤以为之 至于点兵 独以启诈 其所谓 以诚信为智乎 上阅阅 向者 朕已轻固执 已轻不达正事 今轻论国家大体 常尽其惊要 府号令不信 则民不知所从 天下何有而智乎 朕过深矣 乃不点中南 次征金旺一 上文景州陆市参军 张玄肃明 赵建 问以正道 对曰 随主号自专束物 不认群臣 不认群臣 群臣恐惧 为之 禀受奉行而已 莫之感为 以一人之志 决天下之物 借使得失相伴 乖谬亦多 下于上臂 不亡何待 陛下 陛下成能 谨则群臣 而分任 以事 高拱木青 而考其成败 以施行赏 何忧不至 又 臣官随莫乱离 其欲 整天下者 不过 十余人而已 其欲 解宝乡党 全妻子 以待有道 而归之耳 乃之百姓 好乱者 亦嫌 但人主 不能安之耳 上善其言 着为 世欲时 前幽州济世 执中书省 张运谷 上大宝珍 其略曰 圣人授命 掌匿亨遵 故以一人至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 又曰 壮九重于内 所居不过荣兮 彼婚不知 摇其台 而穷其事 裸八真于钱 所食不过适口 唯狂网念 秋其糟 而持其酒 又曰 吾默默而暗 吾茶茶而明 虽免流闭目 而适于卫行 虽头矿色耳 而听于无声 上加之 赐以树伯 出大理成 上召复义 赐之时 卫曰 如前所奏 即为无惑 若凡有天便 清以禁言 皆如此 勿以前世为成也 上常卫一约 佛之为教 玄妙可施 清何读 不误其理 对约 佛乃湖中结霞 狂要彼土 中国邪辟之人 取庄老玄坛 是以妖患之语 用其余俗 无异于民 有害于国 臣非不悟 彼不学也 尚颇然之 尚患力多受求 密使左右示录之 有斯门令使 受捐一匹 尚欲杀之 民部尚书 陪举建约 为利受禄 罪成当死 但陛下使人 为之而受 乃献人于法也 恐非所谓 导之以德 其之以礼 上约 照文武无品以上 告之约 陪举能当官立正 不为面从 堂美事皆然 何忧不至 陈光曰 古人有言 君名臣直 陪举宁于随 而忠于堂 非其兴 非其兴之有 遍也 君勿闻其过 则中化为宁 君勿闻直言 则宁化为中 誓之君者表也 臣者赢也 表动则赢随已 适岁 仅皇子长沙郡王克 为汉王 宁阳郡王又 为楚王 新罗百计高离三国 有诉愁 狄相攻击 上前国子助教 朱子奢 网欲指 三国 解上表谢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